一口气看完,金朝一百一十九年历史 金朝是由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所建立 共传十地,统治者为完颜氏 全盛时期的金朝疆域,东临日本海,北至外星安岭 西与西夏和蒙古接壤 南达陕西的大散关至江苏的淮河一线 并与南宋对峙 国土面积三百六十一万平方公里 人口数量五千六百万 还有南宋和西夏向其称臣内贡 但就这样强盛的一个王朝 却让中原王朝恨之入骨 但他在王国之时所表现的坚贞不屈又令人肃然起敬 接下来,让我们一口气看完 金朝一百多年的兴王盛衰 以及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清朝到底有什么关系 女真人的祖先起源自三千多年前的宿慎族 他们以渔猎为生 生活在东北地区的牡丹江、黑龙江一带 帝顺时期,宿慎人就与中原有过来往 大宇建立下朝时,宿慎人还来进贡朝贺 周五王灭伤建州后 命令周围各少数民族来进贡 当时宿慎人进贡了一把长一尺八寸的护矢石弩 类似于弓箭 这说明宿慎已纳入周朝的势力范围 汉朝至晋朝时期的女真人被称为一楼 他们与曹操的曹魏政权建立了陈属关系 曹魏还将其化归辽东郡管辖 这是一楼民族第一次与中原直接来往 并自此保持着融洽的陈属关系 南北朝时期的女真人被称为戊籍 他们依然向中原王朝内贡 隋朝至唐朝时期的女真人被称为墨河 当时墨河又分为肃墨河和黑水墨河等部 其中黑水墨河居住在东北的北方 他们的首领弥鼠利基 不但被唐玄宗次姓为礼 还被任命为首任黑水府都督 而肃墨河居住在东北的南方 他们的首领大作荣被唐玄宗封为渤海郡王 此后大作荣在统一了附属于唐朝的墨河各部落后 建立了号称海东圣国的渤海国 而黑水墨河也被渤海国统治了两百多年 但黑水墨河人始终保持着原有的称号 并未成为渤海国共同体的成员 到了唐朝末年 契丹族崛起 他们的首领耶律阿宝基在统一契丹诸部建立辽朝后 灭亡了渤海国 渤海国灭亡后 黑水墨河又转而归附于辽朝 辽朝称黑水墨河为女真 从此女真这一名称公诸于世 并代替了墨河 同时辽朝为了削弱女真族的力量 将一部分女真人迁到东北以南 编入辽朝户籍 这些人被称为属女真 没有迁走留在东北以北的女真人 不编入辽朝户籍 被称为生女真 生女真分为几十个部落 他们虽然没有被纳入辽朝户籍 但依然臣服于辽朝 还要定期给辽朝内供 直到辽朝末年 金朝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领袖 降生在生女真中的完颜部 他就是完颜阿古达 也是天龙八部中与削风结拜的异性兄弟 此时的完颜部 在完颜阿古达爷爷和父亲的努力下 已经形成了以完颜部为首的生女真部落联盟 他的父亲完颜何礼波 就是生女真部落联盟长 而完颜阿古达自幼就与众不同 他力大无比 精于弓箭 深得他的父亲喜欢 长大后 阿古达跟随父亲东征西桃 屡剑战功 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使生女真部落联盟更加强大 与此同时 在辽朝天作帝即位后 对归顺辽朝200多年的生女真各部压榨勒索 越来越重 他不停地索求北珠 雕 海东青等名贵贡品外 还从其他方面鱼肉生女真百姓 引得生女真各部人民强烈不满 纷纷要求起兵反抗 最终导致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是在112年的头鱼宴上 这一年 天作帝像往年一样 来到生女真领地进行捕鱼 并在捕获第一条鱼后 举办了盛大的头鱼宴 宴席期间 天作帝一次强令女真各酋长们起舞助兴 以作为臣服的象征 但只有阿古达拒绝跳舞 生气的天作帝本想杀他 幸亏陈下劝阻 阿古达才死里逃生 他也因此成为女真人的英雄 此次事件 促使阿古达决心起兵反辽 成为辽金战争的导火索 此年 阿古达在父亲完颜和李波 和兄长完颜乌亚树相继去世后 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 生女真部落联盟长 此后 阿古达立兵莫马 扩充实力 最终于1114年 在吉林浮渝 集合生女真各部2500人 正式起兵反辽 从而拉开了金辽战争的序幕 而天作帝德之后 并未高度重视 只派了少量军队前去镇压 结果很快被阿古达击败 随后 阿古达又相继征服了 不服从自己的生女真 属女真各部后 统一了女真诸部 1115年 阿古达在统一女真诸部后 女真军发展到1万多人 实力大增 于是阿古达在金哈尔滨称帝建国 国号大金 视为金太祖 并定督哈尔滨 同年 辽朝天作帝得知阿古达称帝后 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于是 天作帝亲率号称70万大军 大举罚金 此战 阿古达已不到2万金军 大败70万辽军 天作帝仓皇逃走 经此一战 辽军主力败溃难以立国 辽亡金星的局势已不可逆转 故有女真兵不满万 满万无敌于天下之说 与此同时 天作帝战败后 辽朝文武官员们对他失去信心 准备拥立耶律纯为帝 发动叛乱 虽然 这场叛乱很快被天作帝平定 但却分裂了辽朝内部 而阿古达趁机攻陷了辽朝一半以上的土地 天作帝毫无招架之力 只是一路逃亡 甚至在逃亡途中 连传国玉玺也丢到了桑前河 最后 天作帝逃至金内蒙古 呼和浩特的加山之中 自此 辽国已成覆灭之势 1120年 北宋的宋徽宗 在看到辽朝被金朝打得节节败退后 为了从辽朝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 最前使从海陆附近 与阿古达签订了自取灭亡的海上之盟 南北加攻辽朝 海上之盟签订后 宋徽宗派同贯帅20万大军 北伐辽朝的燕云十六州地区 结果被辽将耶律大使以万人击败 最后 宋军在金军的帮助下 才夺取了燕云十六州的部分城市 然而 宋朝军队的软弱无能 让金朝产生了灭宋之意 1123年 在为八年的金太祖完颜阿古达病逝 终年56岁 完颜阿古达以其超长的胆略和杰出的军事才能 基本灭亡了辽朝 同时又创建蒙安谋克 类似于清朝的八旗制度 搬行女真文字 还废除了生女真部落联盟制度 创立了兄中弟级的伯吉列制度 并以弟弟完颜圣 为安班伯吉列 及皇帝死后的继承人 从而使女真族的历史 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也为金朝一百多年的统治 奠定了基础 同年 根据阿古达的伯吉列制度 他的弟弟完颜圣即位 视为金太宗 金太宗即位后 继续执行阿古达灭亡辽朝的政策 此时 作为辽朝盟友的西夏 并没有抛弃即将灭亡的辽朝 西夏皇帝李乾顺 不但派人到加山邀请天作地 到西夏避难 还派数万精兵支援天作地 而金太宗为了集中力量灭辽 遂向西夏割地一和 以换取西夏对金朝称藩 最终 得到好处的西夏皇帝李乾顺 答应了金太宗向金朝称臣的条件 此后 解决完后顾之忧的金太宗大举功辽 辽军连连战败 辽朝土地基本被金朝吞并 只剩下躲在加山之中的天作地 1125年 天作地不听耶律大使的劝谏 执意率军出加山与金军决战 结果 天作地兵败被俘 至此 想过209年传九地的辽朝灭亡 辽朝灭亡后 宗氏耶律大使率众艰难西征 最终在中亚建立了西辽王朝 同年 由于金宋两国在联合灭辽的过程中 让金人深切感受到了宋军不堪的战斗力 由此 金太宗在灭亡辽朝后 连气都没喘一下 就在当年派完颜宗望领军南下大举攻颂 此战 金军一路势如破竹 直逼北宋都城开封 惊慌失措的宋徽宗 立刻传位给其子宋亲宗召还 宋亲宗即位后 启用李刚组织开封保卫战 使金军攻城不下 完颜宗望剑开封城难以攻克 再逼迫宋亲宗接受赔款 500万两黄金 5000万两白银 并割让中山 和剑 太原三镇的屈辱条件后 撤军北归 但在金军退走后 昏庸无能的宋亲宗 就将抗金名臣李刚罢免 1127年 金太宗以宋亲宗不割让三镇为由 太原颜宗望领军再次南下攻宋 次战 金军攻陷北宋都城开封 宋徽宗和宋亲宗 以及在开封的宗室三千余人 被金军掳走 使称靖康之耻 自此 想国167年 传九帝的北宋灭亡 金太宗灭亡北宋后 由于不懂如何治理中原 便扶植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帝 建立了围处傀儡政权 然而 终于北宋的张邦昌在魏锦一个月 就在金军撤走后宣布退位 并把皇位还给赵构 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 他在靖康之耻时 因被哥哥宋亲宗委派外出招兵 而幸美于难 同年 赵构就在张邦昌等人的劝禁下 在河南商丘登基称帝 重建宋朝 史称南宋 宋高宗 宋高宗称帝后 金太宗随即派金物竹南下征伐南宋 金物竹原名完颜宗弊 是金太祖完颜阿古打第四子 他勇武过人 善于用兵 其一生致力于吞并南宋 此战 金物竹率军一路势如破竹 将宋高宗从北方打退到南方的杭州 宁波 甚至将其逼入海中避难 但始终未能将宋高宗擒获 金物竹更是在北返途中 差点被抗金名将韩世忠活捉 而金太宗建南宋 难以在短期内消灭 岁右扶植投降金朝的 原南宋济南之府刘裕为帝 建立了伪奇傀儡政权 来管理中原地区 1135年 在位12年的金太宗完颜圣病逝 终年61岁 金太宗在位期间 在灭辽灭颂的同时 又完善了金朝的各种典章制度 同时还实行科举制度 来选拔汉人知识分子为金朝效力 从而将金朝迅速从奴隶社会 过渡到封建社会 奠定了金朝兴盛的根基 同年 根据金太祖阿古达的伯吉列制度 由阿古达的嫡长孙完颜胆即位 视为金西宗 由于金西宗即位时 只有16岁 朝政大权被宗室完颜宗盘 完颜昌等人把持 金西宗最终依靠金物主等人 先后诛杀完颜宗盘 完颜昌等人 夺回了金朝军政大权 此后 受汉文化熏陶的金西宗 对女真旧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他不但废除了金太祖创立的 兄中弟级的伯吉列制度 还采用宋朝的制度来管理金朝 从而使金朝国事进一步增强 史称天倦心智 1137年 驻金为虐的伪奇皇帝刘裕 由于数次被南宋军民击败 金军不得不连年派军援助 招致金西宗的不满 于是 金西宗废处流域的伪奇政权 派金物主到开封 管理原伪奇统治的地区 此后 金物主领军数次恭送 南宋则在岳飞 韩世忠等人的努力下 屡次击败金军 岳飞更是一度在衍城之战 大败金物主 逼近原北宋都城开封 但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 却一意求和 以十二道金字牌催领岳飞班师 同时又派人和金物主议和 而金物主却要求 先杀岳飞 方可议和 最终 宋高宗和秦桧 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 和金朝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 和议规定 南宋向金朝称臣赔款 割地奈贡 从而结束了双方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状态 并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金物主也凭借此功 回朝后赌掌军政大权 此后金西宗在金物主的辅政下 过着高枕无忧的帝王生活 因此极其依赖金物主 1148年 金物主病逝 金西宗得之后不知所措 惶惶不可终日 变得交涉淫逸 暴虐杀人 他的弟弟完颜元 皇后裴满世 及妃嫔多人皆被他杀害 导致众叛亲离 1150年 对金西宗随意杀人不满的金太祖之孙完颜亮 发动政变 将金西宗完颜胆杀害 年仅31岁 再位15年 事后完颜亮自立为帝 视为金钱废帝 完颜亮即位后 为了巩固地位 以及对宗师的猜忌 将金太宗一系的后代 几乎屠戮殆尽 但完颜亮在荒淫残暴的同时 也历经屠治 他整顿励志 重用汉人 加速女真族汉化 为金朝的持续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完颜亮还有三大志向 其一 国家大事皆我所出 其二 率师法远 执其军长而问罪于钱 其三 无论亲书 晋得天下绝色而欺之 为了完成三大志向一统华夏 完颜亮首先将首都 从哈尔滨迁至北京 随后又大造战传兵器 准备一举灭亡南宋 1161年 经过多年的准备 完颜亮撕毁绍兴和义 并不顾众大臣的反对 调集60万大军亲征南宋 起初金军进展顺利 但在瓜州渡江作战时 金朝国内发生了叛乱 一些不愿意跟随完颜亮南征的将领 在辽阳雍立完颜亮的 从帝完颜雍为帝 视为金世宗 当完颜雍称帝的消息传到前线时 金冰军心动摇 毫无斗志 而完颜亮仍一意孤行 强行命令将士们渡江灭诵 同时还规定 如果三日渡江不成 就将随军大臣处斩 这就激起了兵变 于是完颜圆仪等人发动兵变 将金钱废帝完颜亮试杀 终年40岁 在位12年 事后完颜圆仪率军北环 投靠了新皇帝完颜雍 同年 金世宗完颜雍率军抵达北京 夺取金朝中央政权后 正式即位 金世宗即位后 首先向南宋声明 南金是完颜亮的错误 希望与南宋讲和 但遭到了南宋的拒绝 此时的南宋发生了重大变故 首先是宋高宗赵构 将皇位善让给养子宋孝宗赵慎 随后在宋孝宗即位后 马上给岳飞平反 同时又启用主战派张俊 发动龙兴北伐 试图收复中原 此战 金世宗派金吾竹的女婿和石裂智宁领军 在弗黎之战中大败南宋军 迫使宋孝宗与金朝签订了 屈辱的龙兴和义 龙兴和义史金宋 保持了四十多年的和平状态 解决完外患后 金世宗将重心转移到国内改革建设中 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 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同时又隔除避正 重用汉族知识分子 完善科举制度 而他本人也十分朴素 不穿私之龙袍 经过数年的历经图治 金朝国库充盈 百姓小康 国力强盛 史称大定之志 金世宗因子被后人誉为小摇顺 但在对待被金朝统治的蒙古诸布时 金世宗将其视为心腹之患 经常派兵去捡兵 就是消灭一部分精壮的蒙古男子 但此举反而加速了蒙古部落的重新分化组合 为蒙古部落走向统一增加了催化剂 也为金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1189年 在为29年的金世宗完颜拥病逝 终年67岁 由于金世宗的太子完颜允公早逝 顾立完颜允公的儿子完颜景即位 视为金章宗 金章宗即位后 继续执行爷爷金世宗政策的同时 又不断完善各种制度 从而使金朝的国力达到巅峰 人口更是超过5600万 史称明昌之志 1206年 穆光来到南宋这边 在宋孝宗去世 他的儿子宋光宗即位后 全向寒托昼发动宫廷政变 迫使宋光宗善让于其子宋明宗后 把持了南宋朝政大权 韩托昼掌权后 为了立盖世功名 在位座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便贸然对金朝发动开袭北伐 此战 金章宗派蒲散奎率军大败南宋军 迫使南宋与金朝签订了耻辱的家定合议 韩托昼也在金朝的要求下被杀 1208年 在位19年的金章宗完颜景定士 中年41岁 金章宗在位后期 由于国家承平日久 逐渐丧失了进取精神 他整日沉眠于饮酒作尸之中 致使朝政混乱 再加上黄河泛滥等各种天灾 导致的百姓民不聊生 金朝由此开始由盛转衰 与此同时 北方的蒙古各部兴起 金章宗虽然和爷爷金世宗一样 派军到蒙古捡丁 并又使各部互相残杀 但收效不大 反而激起了蒙古人 对金朝深入骨髓的怨愤 还促成了成吉思汗 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 剑锋直指风雨飘摇的金王朝 同年 在金章宗死后 由于他的六个儿子都在三岁前夭折 故遗诏让叔父完颜永继即位 视为金后废帝 完颜永继为人优柔寡断 平庸无能 丝毫没有安邦治国之才 而成吉思汗也知道 完颜永继是个无能之辈 认为这是攻灭金朝的好时机 为了避免在罚金的时候 被金朝的盟友西夏牵制 成吉思汗首先对西夏发动攻势 西夏接连战败 玄吉向金朝求援 但完颜永继却坐势不救 致使西夏向成吉思汗臣服 并转为赴盟罚金 1211年 消除后顾之忧的成吉思汗 宣布与金朝断交 并率十万铁骑大举公斤 完颜永继则集中全国四十五万主力 抵抗成吉思汗 双方在河北张家口的野狐岭爆发决战 此战 成吉思汗已少胜多 大败金军 金朝伤亡二十多万 从此再也没有能力抵抗蒙古铁骑 并四处掠夺 最后包围金朝首都北京 但因北京成奸而撤走 而完颜永继在猛军强大攻势面前束手无策 只知与陈下相对哭泣 1213年 成吉思汗再次率大军逼近北京 完颜永继急忙派胡沙虎前去迎敌 胡沙虎曾在两年前的野狐岭之战时 临阵逃回北京 而完颜永继不但不治他的罪 反而仍重用他守卫北京城 当成吉思汗的大军再次逼近北京时 他仍然一位游猎享乐 使者到胡沙虎营中责问他 而恼羞成怒的胡沙虎竟率军发动政变 把今后废帝完颜永继杀害 终年60岁在位5年 事后胡沙虎本打算自己做皇帝 但又怕天下人反对 最拥立金章宗的哥哥完颜巡为帝 视为金宣宗 胡沙虎也被册封为太师 独掌朝政大权 胡沙虎掌权后 派出虎高齐迎战为城的成吉思汗 但却多次被成吉思汗击败 胡沙虎便警告他说 你连吃败仗如再战不胜 当以军法从事 结果 束虎高齐再次出战 再次被成吉思汗击败 战后 束虎高齐害怕被胡沙虎治罪 为求自保发动政变 将胡沙虎诛杀 事后 束虎高齐提着胡沙虎的首级 向金宣宗请罪 金宣宗不但赦免了他 还被封为宰相 在解决完内乱后 金宣宗和束虎高齐 面对成吉思汗围攻北京城的大军 献出公主和500同男 500同女求和 成吉思汗见北京城坚无法攻克 遂同意了和金朝一和 撤兵而回 1214年 金宣宗在蒙军撤走后 因害怕蒙军再次进攻 遂不顾众大臣的反对 将都城从北京 牵制远北宋都城开封 同年 成吉思汗以金朝背弃盟约为由 再次大举攻金 此意 蒙军攻陷北京 横扫长城内外 攻占大片土地 歼灭金军大量精锐 金朝只剩下河南 淮北与关中一带 1217年 由于成吉思汗的商队 被花拉子魔国杀害 成吉思汗遂发动了第一次戏征 金朝由此得以喘息 但昏庸无能的金宣宗 并没有利用这一机会 休养生息 积蓄力量 而是听从数虎高齐的建议 以南宋停止耐贡为借口 对南宋发动进攻 这样的话 北边的损失 可以在南边得到补充 结果金军遭到南宋军顽强抵抗 大败而回 与此同时 赴蒙伐金的西夏皇帝李尊虚 也在蒙古的威胁下派军攻进 两国不知纯王齿寒 联合抗蒙 却陆陆续续打了十几年 平均每年都有两场大战 两国互相消耗 互相残杀 最后一起被蒙古灭亡 1224年 在位11年的金宣宗完颜巡 在内外交困中忧患而死 终年61岁 金宣宗在位期间 先是不顾众大臣的反对迁都开封 又连续对南宋和西夏发动战争 使得金朝父辈受敌 至于帮助他除掉胡杀虎 夺回朝政大权的术虎高旗 更是极贤度能 残害忠臣 却一直得到金宣宗的宠信 直到金宣宗临死的前两年多 才在众大臣的弹劾下 因是把他诛杀 但金朝的国事已经江河日下 离灭亡已经不远了 同年 金宣宗之子完颜首续即位 视为金哀宗 金哀宗即位后 面对父亲金宣宗留下的烂摊子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对外 金哀宗停止父亲攻打南宋的政策 又和西夏恢复同盟关系 共同抵抗蒙古大军 对内 金哀宗大胆启用完颜和达 犯人完颜臣和尚等将领 抵抗蒙古大军 最终在金哀宗及其将士的努力下 金军收复了不少土地 完颜臣和尚更是以四百骑兵 大败蒙古名将赤老温的八千之众 取得了金蒙战争中最杰出的胜利 金朝抗蒙战争的形势一度有所好转 然而 金朝的国势已击中难返 金哀宗虽竭尽全力 终究独目难知 无力回天 1227年 西征回来的成吉思汗 灭亡金朝的盟友西夏 同年 成吉思汗病逝 他临终前留下利用宋金世仇 借到宋敬 连宋灭金的遗嘱 随后 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籍捍卫后 遵守成吉思汗的遗嘱 大臣为豹敬康支持和一百多年前连金灭辽一样 再次答应蒙古联盟灭金的要求 1232年 连宋灭金后 倭阔台大举攻勤 此役 倭阔台派其四弟拖雷率军界到南宋境内 直奔金朝首都开封 金哀宗急忙派完颜何达和完颜臣和尚 率15万主力前往拦截 双方在三丰山相遇爆发决战 最终 拖雷以4万猛军 大败15万金军 主帅完颜何达和完颜臣和尚也相继战死 经此一役 金朝最后的主力被歼灭 灭亡已成定局 随后 蒙军迅速包围金朝都城开封 金哀宗则率领开封军民 奋力抵抗 1134年 金哀宗在坚守开封城一年后 因城内良静 瘟疫四起 无奈弃城 从开封逃至蔡州 金河南辱南 同年 南宋按照和蒙古的约定 派孟拱率军两万 与蒙古军会师蔡州城下 联兵攻城 次战 金哀宗在顽强守城三个月后 终因弹尽两绝 难以支撑 此时 金哀宗深知亡国之日将至 不愿当亡国之君的他 将皇位善让于宗室完颜城林 视为金墨帝 并在次日举行善让大典 但大典刚开始不久 宋盟联军就攻入蔡州城内 金哀宗完颜首巨 仓皇逃往幽兰宣后自一而死 中年37岁 在位十年 刚即位的金墨帝完颜城林 则率军出门迎敌 结果死于乱军之中 中年32岁 在位不足两个小时 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而蔡州城内残余的金军 或战死或自杀殉国 无一投降 自此 享国119年 传十地的金朝 亡于宋盟联军之下 女真族的金朝灭亡后 女真族又相继被蒙古人的元朝 和朱元璋的明朝 统治了近400年 受尽了压迫和剥削 直到1616年 女真族另一位杰出领袖努尔哈赤 在统一女真诸部后 重新建立金朝 史称后金 女真族又一次入主中原 登上历史舞台 努尔哈赤死后 她的儿子黄太吉将国号大金 改为大清 同时还将族名女真 改为满洲 1912年清朝灭亡后 满洲又被改称为满族 如今 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人口有1000多万 主要聚居于中国东北 华北一带 散居全国